中国诗歌故事 第26集 唐银 炎制 不炼金丹不作禅 不为商骨不耕田 闲来就写青山脉 不使人间造孽前 金丹 道教讲究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 作禅 佛教的一种修持方法 造孽 佛教徒讲因果报应 人生在世如为恶 便是在给自己来生制造罪孽 明成化六年 苏州园门外 一个唐姓商人之家诞生了 一个白胖小子 唐园外中年得子 喜不自胜 为孩子取名为银 自伯虎 这孩子便是日后名满天下的 无中四才子之首的唐伯虎 唐吟相貌英俊 天资聪明 他的父亲把振兴唐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为他花钱请了熟师 教授学业 成化二十一年前后 唐吟以第一名考入苏州府学 唐吟风流倜傥 而且喜欢戏谑 传说他曾和朱允明 同窗好友张玲等在雨雪中打扮成教画子 敲着小鼓口唱莲花唠 挨家挨户乞讨 然后 大家一起将讨来的钱买酒肉 到荒山野寺里 畅怀痛饮 还得意地宣称 可惜没法让李白知道这种快乐 有一年秋天 唐吟又穿上破破烂烂的衣服 半座乞丐登山游览 正遇见一群秀才在饮酒赴诗 便上前开玩笑 要求唱贺 秀才们见是个乞丐 就纷纷嘲笑他不识时误 假冲斯文 其中一个秀才取出笔墨 不无言余地对唐吟说 话子能诗文 平生未听说 你就让我们开开眼界吧 唐吟并不推让 接过纸笔 挥好写了一上两字 秀才们看了 笑得前仰后合 唐吟并不在意 又在下边写了一上两字 一个秀才在一旁冷笑道 天下哪有会做诗的乞丐 除非太阳西边出来 唐吟笑了一笑 说 李白斗酒诗百篇 我的诗性需借酒尽才能发出来 你们让我也喝一口吗 另一个秀才就举着酒杯说 你如果能做 就让你喝个够 不行的话 就要责骂你 唐吟听了 挥笔再写了又一上三字 拿过酒杯 一饮而尽 秀才们笑得东倒西歪 乱嚷道 这也算诗吗 唐吟不予理睬 提笔续成一首诗 一上一上又一上 一上上到高山上 举头红日向云低 万里将天都在望 重秀才看后 十分惊异 赶忙邀他入席 尽醉而散 洪志十一年 唐吟考中解缘 他虽说看不起举业 但相试的成功使他对仕途充满幻想 日后 他的印章中有一方叫南京解缘 又有一方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均与这次相试第一有关 次年春天 唐吟北上北京参加礼部会事 途中结识江音举人徐晶 徐晶花钱弄到试题 请唐吟带他起草 唐吟虽知这些题目来路不正 但碍于面子 勉强答应下来 唐吟志得一满而又年轻不安逝世 在与朋友聊天时将此事露了出来 马上就被妒忌他的人所告发 洪志皇帝得知此事 大怒 把唐吟 徐晶等人从考场上捉起来 打入大牢 隔去了他们的功名 后来 案情审清 唐吟被释放 当局安排他去浙江做一个小例 算是给出路 唐吟表示事也可杀 不能再辱 断然予以拒绝 回到了家乡苏州 唐吟还家 却遭到了家人的白眼 辱骂 为此唐吟与兄弟分家 使本就衰落的家境更为不堪 生计为奸 迫于无奈 唐吟只得出卖书画诗文来维持生计 洪志十八年 唐吟在苏州桃花物见桃花安别叶 亭前种牡丹 花开时 邀朋友饮酒赋诗作画其中 我也不登天子传 我也不上掌安眠 姑苏城外一茅屋 万树桃花月满天 唐吟在此度过了后半生二十余年时光 虽然唐吟功名未旧 但自适 适智的志趣 卖书画为生的生活方式 给他带来了人格的独立 使他能自豪地向世人宣称 不练金丹不作禅 不为商骨不耕田 闲来就写青山卖 不使人间造孽前 家境二年 唐吟过完了 他花钟行乐月中眠的神仙生活 终年五十四岁 但他傲视权贵 才华风流的生活方式 身为民众津津乐道 使他成为许多人构造的传说故事里的主角 广传民间 王守仁 微月山房 山尽越远绝越小 便到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环剑山小月更阔 王守仁 自博安 昊杨明先生 生于浙江渝瑶 是明代著名哲学家 教育家 他从小聪颖 读书之余 酷爱下象棋 不少时间都用在下棋上 他母亲怕他荒废学业 经常劝他少下棋 但他口头答应下来 一转身又偷偷递下 母亲非常生气 乘他上学读书时 把象棋扔进了村边的大河里 王守仁放学回家知道此事 立即跑到河边 只见还有几个木头棋子在水面漂浮着 大部分棋子已不见踪迹 心里非常难过 回屋后 他悄悄地写了一首诗 描写棋子落水的情景 向其终日乐悠悠 苦被严亲一日丢 兵族坠河皆不救 将军逆水一起修 马行千里随波去 向入三川竹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 忽然惊起卧龙愁 诗句写得诙谐 风趣 而且想象丰富 他母亲读后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守仁十一岁那年 随祖父从家乡前往南京 路过镇江 顺道去拜访他祖父的一些友人 宾主一起到金山寺游玩 大家一边喝酒 一边欣赏风景 兴致很高 有人提议说 前江水日夜东流 隔江的扬州遥遥相对 风景如画 不妨每人以此为提赋诗一首 以注九星 于是 有人拿来执笔 小手人也领了一份 大家一个个摇头晃脑 推敲起诗句来 再没心思饮酒了 只有小手人一声不响 很快写好了一首诗 第一个交了卷 金山一点大如泉 打破围阳水底天 醉以庙高台上月 玉霄吹彻洞龙眠 意思是说 金山就像一只握着的拳头 一拳将倒映在江中的扬州之影打破了 我喝醉后 靠在庙高台上 欣赏美丽的月色 倾听动人的销声 这销声将睡在洞里的白龙也唤醒了 大家见到此诗 满口称赞他设想奇妙 词句优美 有人还想试试 就指着附近的微月山房 问小手人道 你能不能再写一首 小手人马上写道 山近越远觉越小 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 环剑山小越更阔 这首诗设想更见其妙 因为越远山近 所以人们觉得山大越小了 如果有人眼睛像天一样大 就会觉得山小月亮大了 同时 这首诗还显示出了小手人的人小至大 不同凡响 因此 大家不仅经意小诗人的才思敏捷 才华出众 而且深深佩服他的不凡的胸怀 感觉他将来定是个国家动良之之才 后来 王手人果然成为一代学人 他的思想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谢赵哲 僧似提毙 双京五马绕江城 京起山僧和掌营 三载众来魂四梦 中军元氏气须生 经 古代旗的一种 用于指挥或开道 中军 西汉济南人 自子云 曾任见大夫等官 虚 古代用作通行证明的司博 上写字 分成两半 过官时艳和 以为平信 明朝万历年间 有个叫谢赵哲的福建人 他上京应考 但却落地了 谢赵哲在回家乡途中 路过杭州 他久闻杭州山明水秀 风景优美 就决定暂时停留几天 好好游赏一番 一天 他和友人一起到六合塔旁的一所寺院去玩 一个和尚端上茶来 问他姓名 身份 谢赵哲据实回答 那和尚一听 知道他俩不过是落地回乡的书生 看他们不起 就把他们搁在一边 不再理睬了 谢赵哲也不与他计较 与有人一起饮茶畅序 他爱此处环境幽静 不禁诗性勃发 拿出笔验 对有人说 我们难得到这里来 应个提示一手 以作纪念 但他们还未及动笔墨 那个端茶的和尚突然大声阻拦道 你们不要提什么事来弄脏这墙壁 要是你们写一个字 我马上拿水来冲洗掉 谢赵哲听后 也不与这势力的和尚说什么 收起笔验 离四去别处游玩了 过了三年 谢赵哲再次上京赶考 终了进室 被任命为无星司礼 杭州也在所辖范围之内 六合塔寺院中的和尚 得知这新来的无星司礼 就是三年前的落地举人 都大吃一惊 那个不准谢赵哲提示的和尚 更是吓得连夜逃掉了 谢赵哲在公务空辖时 又来到寺中 这一次 和四僧众都赶到庙门外 恭恭敬敬地和掌迎接 谢赵朝看着他们问道 看着他们问道 三年以前 我曾到寺中一游 当年那个接待我的和尚怎么不见了 住持和尚上前答道 他不让大人提示 得罪了大人 早已逃往别处去了 谢赵这哈哈大笑道 他端茶招待我 我怎快计较这点小事呢 这时 早有和尚备好笔宴 请他在墙上提示留念 谢赵这看着这些势力的和尚 很有感触 便提示于墙 双精五马绕江城 惊起山僧和掌迎 三载众来魂四梦 忠君元氏气虚生 世中所说的忠君 是西汉五帝识人 十八岁那年 被选拔为博士弟子 他步行进关 前往京城长安 进关时 官吏给他出入关口的凭证 一片博质的虚 当忠君得知这是离京回来出关的凭证 不禁豪迈地说 大丈夫入关进京 总不能再凭这玩意出关 说吧 把虚扔在地上走了 后来 忠君做了大官 拿着朝廷给的结账 到全国各地巡视 出关时 那些官吏还认得他说 这个大官就是当年气虚的书生 谢赵这用这个故事 讽刺那些势力的和尚 我这个有两面棋子前倒 无匹马拉车的官员 跟西汉的忠君一样 本是一个气虚的书生呀 随后 谢赵这笑着辞别和尚而去 许位 白贤 骗血促寒衣 悬丝秀意为 都圆西文彩 长得是光辉 题刺猪龙窄 姬妻碧汉为 短颜侧目处 天际看红飞 寒衣 这里戒指寒式 文彩 指文章词彩 又可指美丽的花纹 猪龙 精巧的红鸟龙 姬妻 强迫七流 碧汉 广阔的蓝天 侧目 斜着眼睛看 许位 自文长 浙江山音人 他才思敏捷 多才多艺 在书法 绘画 诗文 戏曲 音乐诸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明朝嘉靖年间 倭寇骚扰扰东南沿海 再将这一带到处烧杀抢掠 百姓深受其苦 许位眼见倭寇入侵家乡 义愤填膺 积极投身抗窝斗争 与村民一起设计围歼了侵扰乡里的小谷敌寇 当时 明朝政府为平定窝患 任命胡宗宪为东南七省总督 负责军民抗窝事宜 胡宗宪听说徐位能文能武 很有才干 便再三殷勤相招 请徐位做他的书记 徐位凯然英允 一次 徐位随军深入前线 帮助胡宗宪周密筹划 设计秦杀了倭寇头目 使战斗获得重大胜利 当时 文武官吏欲见总督 吾不战战兢兢 唯有徐位身穿一袭破旧衣衫 直闯园门 与胡宗宪等议论正式军机 庞若无人 虽然胡宗宪对徐位很信任 在礼节上也相当随便 但身在官场 使徐位深感不自由 而且胡宗宪交捷全乡严松 当徐位为胡宗宪 起草给严松的文书时 不得不违心地 想尽阿谀奉承之语 使他倍感痛苦 所以很想离去 不久 胡宗宪送给他一只 很漂亮的观赏鸟白贤 徐位趁机以此为提写了一首诗 即借写白贤 向胡宗宪表示 希望脱离总督府的心愿 诗上半段借白贤毛色洁白 美丽而为人们所钟爱 写出自己因擅长文章 而被收罗于目中 语气中又表示了 对胡宗宪之欲之恩的感谢 下半段欲写总督府 对自己来说 就像狭窄的 不自由的牢笼 他希望自己像这只白贤一样 能够奋飞出去 回到自己的天地 然而 他还未来得及离开总督府 严嵩就在嘉靖四十一年倒台 胡宗宪被捕 总督府的幕僚也因此受到牵连 李治 老病史苏 明山大贺登临变 独此园中未入门 并肩使之身在戏 几回白日几黄昏 苏 醒过来 病体复原 贺 坑谷 伸钩 园 矮强 也范指强 就是又用为城池或某些官署的代称 这里指监狱 系 护腹 居求 李治 好卓吾 又好洪府 是福建泉州府近江县人 二十六岁中了相识举人 三十岁才选做河南徽县教育 做了二十多年的小官 他五十一岁时 升任云南瑶安府之府 由于敢于坚持正义 常常和上级意见相冲突 因此 三年后就辞官不做了 到了湖北黄安 在那里讲学 又和当地的大官僚耿定向经常发生意见冲突 公元1585年 李治来到麻城外三十里的龙潭之佛院居住 研究学问 从事着做 他将自己和耿定向来往论辩的书闸 收集在他的焚书中 公开发表 其中有许多是揭露这位伪道学家 丑恶面目的文章 耿定向认为这是对他的诽谤 指使门徒出来为他辩护 他的门徒蔡逸中 写了一本焚书便去驳斥李治 争辩的结果反而增加了李治的声誉 耿定向恼羞成怒 竟不惜用流氓手段直接进行迫害 1591年的一天 李治出游武昌黄鹤楼 耿定向派人去驱逐他 家以污蔑 说他是吟僧义道 迫害接踵而来 1600年 李治在麻城龙潭又被他们驱逐 这次更是来得凶恶 把他居住十多年的寺院 和玉被死后葬谷的塔都捣毁和焚烧了 1601年2月 李治逃避在北京附近通州马金伦家 研究易经 马金伦袁任御史 应敢于直言 被贬为民 他很同情李治的遭遇 写信为李治辩识 闲识 和李治一块读书 这年 恰巧蔡逸中考中进市 选任汉林院数级市 他的旧日作诗温纯任督察院佐都御史 他俩于1602年勾结督察院理科给事中张问答 奏合李治 罗之罪名 肆意诬陷 要求将李治解发原籍治罪 明神宗朱义军看了奏书 竟提笔批示 李治敢唱乱道 或是污名 严拿治罪 其书籍以堪未堪者 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 不许存留 卫士们奉命来马家逮捕李治 这时 他已是76岁的老翁了 并卧在床 他听到消息 毫不畏惧 大声叫人取来门板 他睡我在门板上 要卫士们抬他快走 马经伦要陪他同去 李治执意要马经伦留在家里 马经伦为了友情 一直陪到通州城外 第二天 审讯李治 李治由牙翼搀扶着出来 倒在台阶之上 大金吴问道 你为何胡乱著书 李赞说 我著书很多 都是宣扬圣教 有意无损 一堂审问下来 大金吴搜集不到李治任何罪状 李治关在狱中 除了读书 就是作诗 写下了戏中八诀 第一首提名叫老病史苏 明山大鹤登临辩 读此园中未入门 并兼使之身在戏 几回白日几黄昏 意思是说 明山深谷我都跑遍了 唯独监狱的大门还没进过啊 并终不知被囚 苏醒以后方才知晓 但已度过了好几个白昼和黄昏 这首诗既表达了李治的无畏精神 也是对反动统治者的强烈控诉 李治决心以死来抗争 3月15日 他忽视着剃发 四季夺剃刀自杀 玉立赶来询问 他说 其实老温和所求 在此以前 他也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我头可断 而我身不可舞 李治死后 马精伦把他葬在通州北门外 并依照他的遗言 目前立一石碑 上写李卓吾先生之幕 这样一位反封建的思想家 在统治阶级的迫害下牺牲了 他留下了许多著作 至今仍然放射着反宗教 反迷信 反道学的光辉 七纪光 绝剧 一见横空星陡寒 抚随平鲁覆征瞒 他年密取封侯印 愿向君王换此衫 明朝嘉靖年间 倭寇活动猖獗 不断袭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烧杀掳掠 无恶不作 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惨重损失 嘉靖三十年后的三四年间 江浙军民被杀害者就达十万余人 嘉靖三十四年 七纪光被任命为参将 到浙江抵抗倭寇 他发现旧军素质不良 便到一屋招募了矿工等三千人 编程新军 并亲自教练 使他们熟练地掌握长短兵器 七纪光根据南方多和刘泽首等地形特点 制定了不同阵法 教习全军 他又对所有战舰 火器 兵械做了全面的检查与更新 训练有素 配备精良的七家军迅速壮大起来 嘉靖四十年 倭寇大略浙江陶主 齐头等地 七纪光率军奋勇抗击 台州一战 七纪光亲手斩杀了一个倭寇的首领 并将鱼寇统统逼到江陵江中溺死 接着 七纪光又在先军伏击成功 使那只倭寇无意生还 七家军先后九战皆结 生擒倭寇一千余人 用各种方法消灭的敌人更是难以计数 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 七纪光平定了浙江窝患 次年 窝寇又大举侵犯福建 他们在横宇扎下大本营 接连发兵攻陷了福建的许多城镇 因为横宇在宁德城外十里的海中 四面都是水路险碍 明军吃了几次败仗 群寻不敢进击 福建连连告急 朝廷救命七纪光率军前往生源 七纪光到了福建 便亲自视察了横宇周围的形势 然后 他命令军事每人持草一束 田豪而尽 终于一举倒破倭寇老巢 歼灭了寇众二千六百余人 七纪光又乘胜打垮了盘踞在牛田的倭寇 倭寇的残余人众 慌忙逃亡兴话 七纪光率军穷追猛打 一夜间连克倭寇六十营 大获全胜 天刚亮时 七纪光率军进入兴话 城中百姓吴不幸高采烈 纷纷送来九十菜肴 犒劳住劫 嘉靖四十二年 七纪光又以总兵官身份镇守闽江 大破倭寇于平海卫 接着徽师南下 解先游之围 坚同安 张普之敌 完全平定了福建沿海的窝患 不久 七纪光又配合另一抗窝鸣江鱼大游 搅平了侵扰广东的窝寇 在广大军民的努力之下 东南沿海的窝患基本解除 身经百战 功勋赫赫的七纪光和他的七家军 威震天下 可是 就在这时候 北方边境的形势却日益紧张起来 达达的封建主履赐兴兵男亲 攻城掠地 气焰嚣张 为了切实解除北方边境的忧患 巩固边防 刚继位的明目宗朱在众 接受了朝臣的建议 决定将九经沙场的七纪光 调往北方 镇守冀州 隆庆元年12月 七纪光结束了 他在东南沿海十多年的戎马生涯 洞深北上 途经福建崇安时 这位抗窝名将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武夷山 碧水单山 变幻无穷的武夷风光 深深吸引着七将军 他一路观赏 不觉来到了冲幼关 这座规模宏伟的公关 历来受到重视 宋时新契级 陆游 朱熹等著名人物 都曾被任命为冲幼关提举这一官职 七纪光见冲幼关三清殿上 有许多名家高手所提的诗词 不由得也豪心勃发 在壁上提了一首七诀 一箭横空星斗寒 抚随平鲁赋争满 他年密取封侯印 愿向君王换此衫 写壁 署名为啾啾彼人 七纪光因公务在身 不能在山中多加盘当地官员得知 他将要离别 不约而同地前来送行 并请求提词 七纪光也不推辞 挥笔写道 大丈夫济南靖倒满 便当北平靖敌 皇冠不袍 在七游山 这慷慨誓言 表达了他这次前往北江 魏国戍边的雄心壮志 抒发了他对曾用自己学保卫过的 祖国东南山水的眷恋之情 也正可以作为他在冲幼观 所提诗句的注脚 七纪光的题词首记 乐客在武夷山的水光石上 水光石 又名情川石 高达树杖 临稀耸立 几百年来 无数的人们曾人历史前诵念题词 缅怀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 感谢再数评论